如果你想要用ActiveM做錄影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何況又不用錢了對不對 來,你按一下這裡 就是你進到這邊之後 換燈片這邊也有錄製 錄製視頻 你就按一下 那如果你要連網路攝影機一起加進來就自己挑 看你是哪一台 像我現在應該是 好,打開 那你的大小 它預設是在這邊 你可以自己調整 好,那我就按下錄製囉 OK,Ctrl加M有沒有 結束,它也有暫停 現在呢在這邊 我再重新整理一下 看剛剛那個有沒有下載 欸,牌子還沒下載 好吧,沒關係 那你在錄製的過程 這個框是可以移動的 好,如果說你是有框的部分 像這樣可以移動 我再移回來 好,如果錄完了 我們按一下右下角 快速鍵你一定沒有記 對不對 沒關係,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點一下 按右鍵還是左鍵應該會有 點一下左鍵 有,在這裡有沒有出來了 你可以暫停 可以這樣,好,就停止 請問這樣有沒有進來 有沒有我的畫面進來了 有對不對 好,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是活的 雖然你剛剛沒有看到它 可是這個畫面是不是可以調整 對不對 你可以調整 你可以跟你後面的分開 這是它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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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學校有在用一個軟體 我們國中小比較少老師用 有一個叫Evercam Powercam 在大專裡面有很多老師 他用這個 就是用PowerPoint做它的主要教學 他會用那套軟體 那是國內開發的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樣 雖然你沒有看到自己 可是有沒有在裡面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 這個畫面 這個視訊畫面 你需不需要 有沒有 我剛剛這個是我真正的有的 可是這個就是我抓 視訊畫面的 所以你看這邊 對不對 你需要的時候 你就自己調整一下 不想出現就自己解決一下 好,這樣它的好處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綠屏效果 有看到綠屏了 所以你知道它可以指定 這就去背 只是呢 你用了這個功能 它就告訴你 這付費的 這樣子而已 所以 如果你這樣好了 你可以把它輸出 當然一樣可以剪接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導出 比如說我們把這裡拿掉 拿掉 這樣拿出去就好 那我給老師看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 所謂的就是 付費功能 到底浮水印長什麼樣子 因為這個比較短 所以可以一下就好 因為它可以變成網頁 HTML5的網頁 甚至它可以做測驗 因為這套軟體本來就是做什麼 數位教材用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澳洲的軟體 澳洲的齁 好,我已經輸出了 那我們打開資料夾 這是網頁 對不對 那我就按一下Index 好 打開IE活動 這個都可以 好,進來了 這個 演示 有沒有這樣影片進來 重點是看一下 浮水印長怎麼樣 底下 右上角這裡 這樣還可以接受 所以全功能 你要用全功能 就是 有一個浮水印在右上角 但是它不會限制你說 什麼都不能用 好 好